近期内天气晴朗高温 南区复里两个多月都没有下雨 面临了严重的干旱 而其稻作也开始整地插秧 民众农民是望天心探 担忧不已 而农田水利鼠花连管理处和地方协调 初步依地区来顺序供水 农民也期盼能够快点下雨 原本应该是满水的灌溉沟渠 现在干枯不已 农民看了直摇头 青农返乡务农13年第一次遇到干旱 真的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我们南区这边已经 从哥道到现在将近快两个月都没有下雨 然后雷震雨什么的雨里有下 池上有下 就我们这边复里都没有下 位在复里乡的竹田村是农业专业区 不过近期因为炎热高温导致缺水 村长成盛郡自己本身是务农 现在是插秧的节气 但是面对这样的气候真的是苦不堪言 是农民依照老人家的惯例就是要插秧 这时候插的插秧 插秧那个稻子里面不会生病 所以说我们在这段期间是急需要用水的 要大量的用水 没有水不能插秧 不能插秧就没有收入了 比往年度还更热 雨水更缺少 农田水利署花点管理处也紧急成立抗旱应变中心 第一阶段希望农民依上下游顺序打田插秧 目前秋林寸竹田寸富里寸永峰寸以及县介寸等 虽都有供水吃紧的状况 但是水源不同 勉强可调配给水 附附续续都针对我们的那个各地的区域来 布设这些抗旱景 那当然我们会来在富里地区 也会寻找更多更适合的地方 来做抗旱景的一个布设 能够因应未来如果还有类似的旱灾 我们可以立即在这个区域来启动 农田15花点管理处长张其伟说 富里地区因降雨量不足影响二级倒作 希望农友配合依序灌根 工作人员也会因硬抗旱安排轮值的工作 记者高双双不离乡采访报道